欢迎收听直北真 我是跟你一起直方向找故事 美好人生的说书人 今天这一集节目呢 我想要一开始先给大家一点点 我们放松的气氛 毕竟我们的节目呢 可能都是在上班时间的时候收听 那每天呢我们都会充实自己很多 那今天来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今天首先要带来这首歌呢 是《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作词作曲呢是黄建昌老师 那演唱的是江玉如老师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之后 再开始今天的节目 而且仔细听注意听 今天的这一首歌呢 也会跟今天节目的主题有关系哦 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风里一直有一种四寸相识 那时我在寻找滋味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银子一直走 绿色的斜钩 注定要我 像你 缓缓的移动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每个情节都会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遇见你》 《遇见你》 风里一直有一种四寸相识 《遇见你》 那时我在 那时我在 寻找滋味 银子一直走 《遇见你》 银子一直走 因我偏偏走进遇见你的世界 当每个呼吸都因此变甘甜 你给我的颜色如此新鲜 我必须这样说出我的感觉 你是我最美的阳光旅程 每个情节都会如此相纯 蔚蓝的天空都是我的梦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窗外绿椅一直在动 我的心情也跟着悸动 我的灵魂发现了一种 一种坚持与感动 因我偏偏走进遇见你的世界 当每个呼吸都因此变甘甜 你给我的颜色如此新鲜 我必须这样说出我的感觉 你是我最美的阳光旅程 每个情节都会如此相纯 蔚蓝的天空都是我的梦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刚刚这首歌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想要插画 可是我觉得这歌实在是太优美了 实在是不适合在 连剑奏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都觉得不太恰当 我们就把这首歌好好的听完 那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非常优美 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词曲是 黄建昌老师的作品 黄老师过去在民歌那个年代 他其实是很多歌手的制作人 Vocal制作人 包含杜德威、周华健等等 你们可能也真的听过 黄老师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是六年级生 五六年级生或七年级生 我不晓得那时候有一个卡通 叫做干狡龙 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那就是他本尊的声音 那刚刚里面的演唱是另外一位女歌手 是江玉如江老师的声音 有没有很甜美 那我在这边 我想要特别想把这个歌词 再简单的几个重点来念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我说我们今天播歌 不是只是因为我们节目需要放松 需要播歌 其实Podcast节目不太会播歌 因为通常都会有版权的问题 那这一首我们因为当初的制作 然后跟老师结了一个缘分 然后也都跟老师有一些默契 尤其在推广的部分 我们都会一起的努力 那我们来 我们稍微 我稍微念一下这些里面的一小段的词 风里一直有一种似曾相识 那是我在寻找的滋味 影子一直走 绿色的卸垢 注定要我向你缓缓的移动 好 这里面有几个名词有没有听到 比如说风 影子 绿色的卸垢 引我偏偏走向遇见你的世界 当每个呼吸都因此变甘甜 你给我的颜色如此新鲜 我必须这样说出我的感觉 你是我最美的阳光旅程 每个情节都会如此相纯 蔚蓝的天空都是我的梦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有没有很美的词曲的感觉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好 如果你把它当作遇见人 遇见你心目中的right person 或者是你对的那位女孩 都没有都很好地去解释它 但如果说遇见你不是遇见人 而是遇见一个特别的地方 各位会觉得这里应该会是哪里 其实答案已经在歌词里面出现 甚至在歌词的这个歌曲里面 已经有很好的诠释了 好 它就是关西 关西 日本也有关西 台湾也有关西 对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其实这首歌其实是在描述 新竹县关西镇这个地方 所以那里面因为会有风 新竹是一个有酒降风的风尘 然后呢 它有各种的颜色 它有草莓的颜色 它有仙草的黑色 它也有一些绿色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阳光 还有什么 农人的坚持 这首歌 当然你去YouTube上面 你会找得到 那因为它不是 我们不是把它放在一个 流行乐的这个铺设里面 所以它一般的媒体 你可能听不到 那可能只有在特定的 尤其像我们的频道里面 会听得到这些歌曲 过去我们陆陆续续 也帮地方一起 就是做了一些歌曲了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希望有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这些美好的歌曲 分享美好的歌曲的同时 其实也是分享在地的美 那我今天我说过 我不是纯粹来谈这个歌曲 我们刚才有听到 就是关西可能有不同的颜色 各位到关西 你可能会知道 那边很有名的是仙草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像录制节目的时间 正好是什么样的季节呢 现在十一十二月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仙草是什么样子呢 分享之前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集 我们这一集有一个题目 叫做手染染出你的不一样 布是帆布的布 衣服的衣 手染染出你的不一样 那大家如果点到 这个Podcast节目 你应该知道说 或者是认为说 我们今天应该要谈染布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到关西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仙草这个不起眼的小植物 它通常就长在路边 长在田间 然后它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季节交替呢 每年到九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仙草长得正旺盛 所以旺盛就是那绿色的时候 就特别绿 可是你要注意 还不能够让它开花 在开花之前呢 农人就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仙草呢 就是割下来 晒干 当然因为仙草长在土里面 还有一些土要处理 对不对 那这个土处理完之后 晒干之后呢 大概你稍微给它晒干个十天 那你就可以做成什么 仙草茶 你们在喝 大家在喝的这个 或者是仙草洞啊 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了 那也有一些老仙草干 它是保存了三到四年 那在所谓的 可能有一些疗效 或者是比如说 清凉降火 可能有些中医 对它有一些特别的研究 那你如果把这个晒干的仙草呢 拿去熬煮 至少要两小时 这个我知道 因为小时候我阿嬷在家里 煮过仙草 我就看到很大的锅子 我们想说家里做生意 那个锅子就是让那个部队 煮饭的那种大锅子啊 然后我们都家里是灶 就是底下 早期真的是 生火的灶 那后来当然是 瓦斯啊 但是是用什么快速 那种火这样 轰轰轰下去 然后要煮 煮那个仙草干 煮两三个小时之后 你夏天呢 放凉了 就有一杯 清凉退火的仙草茶好喝 好 那这个是仙草 大家平常知道的 你知道就去吃那个仙草洞 对不对 端端的那个仙草洞 还加一点炼乳 对不对 好像就是那个 非常非常夏天 加一点刹冰 对不对 那还有仙草茶等等 这些都是大家 比较对仙草了解的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像现在十一十二月 我刚才讲说 在仙草田开花之前 你要先处理掉仙草 对 那万一没有处理掉仙草 会怎样 各位 仙草就开花了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仙草 长出来的花 它是紫色偏紫色的 那个仙草田如果开花 长得很像什么 薰衣草 各位可能都很想说 到远赴日本 去看这个薰衣草田 对不对 那台湾后来有种一些 包含现在也有一些品牌 像薰衣草森林 可能都看得到 那大家都在花海里面拍照 非常美的画面 其实仙草花 如果你今天让它变成 仙草花海 我告诉你 那一定也是特别红 为什么 它就是一片粉紫色的颜色 供你拍照 可是各位平常不常听到 为什么 可能你今天在这个节目上 第一次听到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变成仙草花 它就没有办法变成仙草干 仙草干是经济作物 它是可以拿来卖的 可是仙草花田 就是一个观赏用的 让各位纯粹拍照用 它比较不具有 经济上的一个效益 所以大部分的农人 会在它长开花之前 就先把它割掉 然后晒成仙草干 然后去卖掉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经济作物 当然有一些小部分 大家现在也都越来越理解 什么叫体验经济 什么叫做体验农村 所以会留一小块 让大家知道 这个仙草花长这个样子 那今天我们也不是特别来谈 这个仙草 这仙草跟布有什么关系 对 聪明的你 聪明的小脑袋 如果你现在在开车 在工作 在做家事 你应该知道说 我现在要谈是 那搜索人是不是要谈说 仙草跟染布的关系 没有错 其实我们这一集 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植物染 那可是过去 我们一直想要推一件事情 就是说 想要告诉大家 很多的手作 其实你在家里 其实非常方便的 可以去进行 那尤其是像搜索人 这样一个大男人 你说去做那个手作 你去缝布 什么这像画吗 这是一个刻板印象 各位如果说你 我觉得一个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做看 绝对可以做出你自己的风格 它绝对不是说 会规范说 这个是女生比较喜欢做 或比较适合做的 不会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对于染布这件事情的想法 是这样子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的 植物染的工业 甚至已经是经济产业了 像三峡台中 都有这个染染的基地 台中像有这个水源地 这个有一个基金会 他们在做 三峡我知道也有很多 那大家又觉得说 这个蓝染好像是客家人 比较常在做的 染布 好像以前客家人 就喜欢特别把一些 因为客家比较 可能比较勤俭持家 有一些布 他就想要做一些装置 就想各种办法 我觉得节俭也是一件 很好的创意的开始 为什么 你不想要浪费它 你就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文创 很多老师的创作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都是基于 一个这样的原则 就是我们不要丢掉它 那它可以变什么 于是它就可以变成 一个新的产业 新的产品 那在除了这个蓝染之外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件事情 因为我会去研究染布 这件事情 它的关键是在于 为什么叫植物染 因为植物里面 有一些的元素 比如说有花青树 比如说像我们 新浦这边有一些释染 然后释染里面 那个柿子皮 消掉之后 为了不让费 就把那柿子皮再煮 那煮出来里面 又有一些元素 可以变成染布的元素 所以释染也很漂亮 有没有 那都是因为植物本身 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我们不要讲太复杂的 化学的东西 你就想象说 里面有些元素 那这些元素 它 各位你知道 如果以化学角度立场 为什么我们的布会有颜色吗 会有比如说蓝色 咖啡色 绿色 然后加上一些不同的染剂之后 它会变颜色 在化学角度来讲 就是说 光线当然是经过反射之后 才会让你看到颜色 对不对 那又因为它反射不同的程度 这当然就有什么波长 什么这个波的东西 那我们就先不管 它反射到不同的东西之后 就产生不同的光线 那主要是透过什么 里面的一些金属离子的反射 让你看到不同的光线 那概念上来讲 就是说 如果这个布上面 能够附着一层 让光线反射出来的物质 那你是不是会看到 不同的颜色 好 那再来一件事情 有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 那个布 这个布 表面 因为布本身 它们尤其是什么 我要讲的布 有分很多种 有些是 动物毛的布 像各位有时候用的 那个围巾 围巾丝巾 它有时候 它就不是植物性的 它是动物性的布 对不对 那有些布呢 是棉 纯棉 或者是麻 这样出来的东西 那它本身 这个布本身 大部分表面 大部分都是带的是 负电 负电 那我刚刚讲说 染布里面 这个里面的 染料里面的东西 它那些元素 大部分也都是带负电 各位最简单的化学原理 就是负电跟负电 是相似的 不会吸在一起的 所以这时候布 要去抓那些 要把光线反射的物质的时候 它是抓不进来的 所以中间还会经过 多一道的程序 当然有些可以啦 不是完全抓不进来 它还是有一些 只是说那个量 以及颜色的浓度 这里面有一些 比较深的 这个化学小知识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这到时候收入 我们会把它整理好 放在我们的 Outing小客厅里面 各位你去 搜寻Outing阿丁 以后里面 我们会有这些 小的课程 来告诉你 这里面的化学尝试 因为说书人呢 偏偏我又是 工程背景出身的 虽然说我现在 没有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可是我总是觉得 这里面有好多 很有趣的科普尝试 可以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 把布染出来 有不同的话 你就开心了 你要让 比如说小朋友 在学的时候 你能够让他知道说 这里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那你去做这个 这个手作品 可能就有很大的价值 好 那我们就先回过头来 我们再回到仙草根部 那我们各位 仙草茶 仙草汁可以喝 对不对 那你可能不晓得说 仙草汁 其实也可以拿来染布 那所属人这边 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 各位常听到的 染染释染 仙草可以染布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我刚才讲的原理 如果你弄懂的话 万无皆可染 那有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小常识 你就知道了 平常各位喝咖啡 如果咖啡滴到你白色裤子 白色衣服会怎样 会粘在上面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染布 对 所以被咖啡滴到 你不马上赶快用清水洗掉的时候 它久而久之 就有个咖啡字在上面 那代表什么 咖啡里面有一些色素 花青树啊 什么这个等等 它会附着在这个布料上面 好 就因为这个简单的原理 我这边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 光是咖啡就可以染布 而且咖啡染出来的布 也很漂亮 那这次我为什么特别先介绍 仙草染 因为 第一个仙草 它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特产 然后 当然在 我们的 Outing小客厅的这个系列里面 包含会提供这些材料包 我们叫课程包 成就的成 让你非常有成就 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虽然跟你讲说 咖啡可以染布 但偏偏 我们的听众里面 有人不喝咖啡的 他拿来咖啡 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不是请你拿那种 贵桑桑的 半磅2000 半磅500 那种咖啡豆 去煮来染布 那 我其实 曾经做过的类似这么蠢 不能讲蠢 这么高档的事情 因为我只是要验证一下 因为那个咖啡豆 就是所有的浅焙 中焙 重烘焙 咖啡豆的一些差异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实验 当然浅焙 大家也知道 这个可能豆子比较好 价格就高一点 但我重点不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去拿这些豆子来 来烘 我可能会真的会被你们家里的 掌管财务的大臣念识 我要这样讲是说 如果你家里有一些豆子 不小心放过期了 有没有 这一点有没有大家就有心有气息厌了 是不是家里有时候不小心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挂耳包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豆子 大家摆太久了 或者说有些豆子你喝不习惯 或者有一些重培的豆子 甚至有什么 像那个星巴克 倒不是星巴克 去这个大卖场买出来 他有时候卖一个大品牌 那种很大一包 那种两磅三磅这种大的咖啡豆回来 或者是说你去咖啡店 你有朋友开咖啡店 他正好真的有一些豆子 他真的不太用的 我讲的是说你去用那个豆子 因为煮出来的咖啡 不要喝 我们给不喝就好 我们人不要喝 懂吗 好不好 不要说说说人 教你拿家里的咖啡豆去 磨咖啡汁 然后来染布 我可能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 那我这次也没有特别提咖啡 是因为我现在告诉大家原理 那当然在我们的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网页上面的 outing小客厅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搜寻outing小客厅 或者是outing阿丁 或者是我们的网址是imtv.tw 你可以进去找找看 那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你可以去看 那这个课程里面会教你 这个染布的一些步骤 那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放下来的染料 到底是咖啡豆 还是仙草 还是其他的植物的东西 甚至于包含染染的这些染泥 染电 他们有个专有名词 那你当然染出来的颜色 就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但重点不是这些染料 我要在这边 今天这节目要在这边 跟大家推广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家里 你在家里 你就可以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染布 你可能是要到 有些老师的体验教室 或者你要到三峡 到台中 然后报名这些体验课程 那边有很专业的老师 你一定可以做出 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有些地方在户外 赛部 大家一起赛都很漂亮 可是有时候像最近疫情 尤其最近那个 好不容易疫情要缓和下来的 这又来一个Omicron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病毒 那大家会不会担心 你这一次的 比如说休假 或者是春节春假 会不会又要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要做什么 这边我就告诉大家 你去做这样 这个好玩的事情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做 因为我一直认为 所有的创作 我们不要讲什么艺术作品 就简单的作品创作 你都是 你做出来那件东西 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你可以很开心的 向所有人去炫耀也好 展示也好 分享也好 这样的作品 重点是 做完这些东西 你是可以带在身上 甚至于背着带出去的 我觉得那个成就感 远大于这件作品本身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 推广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把平常的户外 休闲体验的一些项目 能不能搬到家里来 在你万不得已 你没办法出去的时候 当然说出的还是鼓励大家 往台湾各个很美好的角落去走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体验 或者是手作的活动 都是你人生很棒的一环 可是如果你真的 没办法这样子去的时候 我也想办法去 设法去设立一个线上平台 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呢 打开家里客厅的大电视 各位 或者是你的手机 简单来讲 我们现在的数位平台很方便 有时候电视你要看YouTube 要看网页里面的画面 都没有问题 还是你要在这个餐桌上 打开你的iPad平板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然后看到内容之后 就开始去学习 那我们的老师其实就不只是 只有在现场而已 他不只在现场 他也会在线上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开始去做这样的尝试 那也欢迎大家呢 输入MTV.TW来看看 我们的这些内容 然后呢 看看你有没有兴趣 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就是染布这件事情 那我今天又带入了 我们这个小地方 我们这个新竹的关系 关系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讲实在话 你知道他搭为什么 这个空气很干净 水很干净吗 这也是 其实所有的事情 都是天秤的两端 你以为他空气好 然后这个水值棒 然后搭人都很 心平气和都很好 他会有个问题 就比如他交通不是很方便 他可能就是有个关系交道下去 可是他没有 他附近他没有火车 然后就是说他的交通 不像是大家想象中的 在城市的附近 他距离城市又有一段距离 他正好是介于什么 新竹跟桃园中间这个地带 所以他造就他的美好 当然他也必须有一些不方便 那这些小地方 如果你去的话 你如果要去找一些老师去说 我想要试试看 听上次说书人 Podcast人提到说 这个染布 然后你想要去尝试 这个仙草染 那你可能要跟某一些协会 或者一些中心 或者是导览老师去预约 对不对 那我现在其实就想办法改善这个问题 就是想办法让他们有机会出现在荧幕面前 那我们自己先试试看 做做实验 那现在的第一个 这个作品 就想要来跟大家讲 这个染布这件事情 好 染布的细节呢 我想我不要在这边讲 因为我用讲的 你可能没有画面 感受不到 但是我先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说仙草除了做仙草茶之外 还可以染布 对那咖啡除了可以喝之外 也可以做咖啡染 那后面的步骤可能就只有跟什么 你染剂的准备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其他的做法几乎都差不多 那如果你家里正好真的有 我刚才讲的咖啡豆 或者是你真的阿嬷有一把那个仙草干 你真的可以煮来 不过我们有更简单 更容易的方法 在我们当然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方便去做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课程包里面都有帮大家准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其实就在家里 我曾经就做过了 在厨房 我就希望说在厨房就可以做出来 我不要这个非常大费周章的 然后搬很多东西 那厨房会有什么 厨房有锅碗瓢盆 其实染布尤其是热煮 煮染这种东西 它就需要什么 需要瓦斯跟这个锅子 哪边有就厨房有 所以我就 过去我就曾经尝试了一个大人在厨房 其实我是蛮喜欢下厨的 我压力大的时候我会下厨 因为我觉得我就放掉所有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想我要怎么呈现这道料理 不过我不是一个型男主厨 既不行男 然后也不是主厨 但是我就煮出来 然后反正我儿子吃了 然后开心就好了 反正他不要嫌弃太多就好了 那偶尔我也会利用厨房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想想看 你只要一个煮 就是一般你煮火锅的 这个汤锅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煮 然后有一些小锅子 那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那你说硕士人我要去哪里 这个准备布料 因为染布总是要有布 有几个方式 如果你有些衣服 白色衣服 它是属于那种棉纸 不要那种有机布料 因为不是有机布料 就是那种机能衣 因为那个可能就是合成聚合纤维 那个可能不容易染上去 这个我试过 真的 那种机能衣 什么发热衣 那个因为已经是 就是人工处理 工业化处理的东西就不容易 但如果是棉麻布料 就有机会 那你可以去 当然你不要拿你最喜欢的 万一染失败 不用麻烦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先从一些小的 比如说像我们课程包里面 有准备小方巾 大方巾 就是让各位先从小方巾 先试试看 染出来那个感觉不错之后 你可以开始再转到什么 大方巾 大方巾弄出来 其实就你出去野餐 或家里的桌子布置 你知道那个桌面 其实你就有一块布可以布置了 那接下来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我平常最喜欢什么 提我的那个 这个束口袋的背包 一般很多袋子是束口袋 那课程包里面有提供了什么 它是一个手提的束口包 它也可以手提 然后也可以像那个 背着的那个小书包一样 那很漂亮 那束口拉起来 然后背着 然后上面是你自己的图案 你看那个感觉是不是很漂亮 那其实这些作品 当然你进阶之后 你就真的会做出 属于自己可以背出去的作品 但在那之前 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小布 来去做测试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布要去哪边买 其实买布也不难 你可能去迪化街 什么火车站 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里的长辈都说 卖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布装 可是我相信就算你住台北 你很方便 可是你大概为了这件事情 你为了去买布 其实也是很头痛 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问题 帮大家解决 在课程包里面有这些东西 那还有布买回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叫做去浆 因为那布有时候做完之后 表面会有一层浆 就像是酱谷那种感觉 但是干的那个东西 那浆在上面的时候 你跟你的染剂就没有办法结合 那会有一道精炼的步骤 那精炼有时候会用洗衣粉 有时候会用氢氧化钠 然后还要称重按比例 可这个说出人觉得说 我刚才讲的嘛 如果我们今天要只是在厨房做 那我还要用洗衣粉 我要到洗衣机旁边去拿粉 然后去弄 所以也是很麻烦 所以课程包里面的布 基本上它是一个去浆的布 所以你就少掉精炼这一块布 那就很快了 什么叫很快呢 布其实它几个重要的步骤 刚才我讲第一个前处理是去浆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要做什么 它中间有一个霉染跟溶染的一个过程 我刚才前面不是有讲吗 那个布你要跟这些花青素 跟这些金属离子能够见解 它中间要有一个 尤其是植物性的东西 它缺乏动物性蛋白质 动物性蛋白质带正电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动物性蛋白质 那如果说有动物性蛋白质 吸附在这布上的时候 它就会去抓这些负的错离子 那比较容易让颜色产生 进到那个布上面 所以会有一个这样子 它也算是一个前处理 可是那个已经不是布的前处理 那已经是你就算你不处理 刚才要跟大家分享说 你就算你不处理的时候 那个布也会有淡淡的一层颜色 但是就不是那么的浓 所以我们叫做浓染 浓染这个过程 那你说该不会又是什么 清氧化那时候 听起来就很可怕的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去哪边买的东西 其实融染剂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会教大家很有趣 我们用一个东西去处理 如果你有兴趣你进去看 看那个东西 你甚至于你都没有做 你就花一点钱 一点点几十块钱 就买得到的东西 它就可以去做融染这件事情 你现在把这个布的 融染的钱处理处理好之后 就是要绑布 那绑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花样 虽然老师市面上各种的老师 他会教你各种不同的绑法 可是我这边其实我会觉得 因为我就是懒 我就觉得说 你现在要我做一个创作 然后我要记那么多步骤 然后还这样折这样 我通常就很简单 就橡皮筋 东绑西绑东绑西绑 其实我觉得反而这样子 是一个创作 一个很好的过程 因为当你没有预期的时候 你打开来的时候 那个惊喜是更多的 当然你有预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 它长这个样子 其实就还好 所以我真的就鼓励大家 如果刚开始做的时候 尤其让小朋友玩 你就让他玩玩看 但是大方向可以跟他讲 比如说这个弹珠怎么放 然后橡皮筋要绑紧 它绑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染剂进到这个 就布进到这个染剂之后 它绑到的地方 因为绑很紧 所以那个染剂 并没有进到布的表面 所以它就没有吸附到 所以原理很简单 没有吸附到的就是不原始的颜色 有吸附到染剂的地方 就是这个染剂的颜色 所以这个用这样的简单的原理 你现在看绑布 就可以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花式绑法 绑完之后就进水 进水之后就进到什么 就染剂里面去煮 那一般来讲 刚才这个也不会很久 大家不用担心 当然你就是 这个一壶茶的时间 煮一杯咖啡的时间 真的它就是二三十分钟 所以整个绑布过程 整个阻染的过程 我觉得当你材料都准备好 我自己算过 理论上你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你可以完成一件作品 当然不包含这个作品 因为作品要晾干 晾干就要看天后了 对 但是从一块白布 然后到你去绑 然后这个浸染 之后拉出来 然后你看到那纹路 其实不会很久 大概就半天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时间 真的是很适合大家 居家一起来玩乐一下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要注意到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附这个仙草粉 跟水的比例是多少 其实那个比例 说真的没有很一致 就不会说差一点点 然后就染不出来 不会 它就是一个颜色深度 深浅的一个差异 但会有一个建议值给大家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染布的过程 那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讲 就是生活中有一些小乐趣 那这些乐趣 平常你可能是在职人的身上 大家也知道 直北真一向都在跟职人互动 谈职人他们的生活 或者是你想要 如果想要成为职人的话 你要怎么做 或者说怎么样跟职人学习 那今天这一集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有机会让职人 这个出现在你家 但是我们不是靠什么 什么元宇宙啊 什么传输啊 不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靠一些 基本的影像的东西 或者一些基本的 线上的课程 让你去了解 这个做法 然后呢 另外呢 也提供一些简单材料 如果你愿意的话 去购买这些材料 然后回来家里 你就可以开始做了 所以真的不难 那而且呢 像我们精挑续选 都尽量挑大家 能够很快 能够上手 家里有的器具 而且小朋友适合 而且做出来的作品 你是可以用的 然后未来啊 其实做数人 更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做一做 万一你变职人了 你变职人的作品 很多 很优秀 然后甚至有人 想要收藏你的作品的时候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是更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好 所以简单的来讲 今天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关系 还有产仙草 仙草你可以买回去呢 这个仙草干 你可以煮仙草茶 当然它也有一些东西 来让你可以来制作 什么仙草卵 仙草卵只是在我们的 这个outing小客厅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代表作 如果你今天仙草 比如说这个 你面附的这仙草粉用完了 你可以用你家里过期的咖啡 咖啡豆 你就可以做什么 做咖啡染 那有人说 那我可不可以 一块布有不同颜色 那如果咖啡染跟仙草染 绰合会不会有层次 这又是更进阶了 所以其实 一个小小的手作体验 户外这种小小的休闲体验 它可以带来很多乐趣 所以各位就不要客气 你就去看看 去想想看 然后呢 学几样备用嘛 万一真的哪一天 你又不能够出门的 或者是比如说 寒暑假在家很长时间 你光是忙这个 我跟你讲 生活乐趣非常的多 精彩的生活 就会随你而来 好 简单的学 手染 你的作品 也会很不一样 今天的题目呢 手染 染出你的不一样 我们非常期待 大家 你的作品 跟大家的作品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作品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东南西北 指方向 找故事 振生 直北 珍惜 美好 你 我的 人生 我们下一周见 拜拜 是我最美的阳光旅程 每个情节都会如此相传 蔚蓝的天空 都是我的梦 遇见你是最美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